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果导致轮回 因为我们学佛做人非常容易导致轮回 为什么呢 比方说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 当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会联系的做错这件事情 时间长了之后 他就是不停的在重逃负责 然后不停的在自己的错误当中 在轮回 在轮回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对轮回要懂得 因为当你种阴的时候 它果出来了 这个果就是一个轮回 当你种了另外一个阴 那么得到另外一个果 那么阴果又开始出现了 阴果又开始出现 所以当一个人不停的去种阴 那么他不停的有果报 这样的话他就在轮回当中出不来 就像我们今年这辈子做人一样 可能这辈子做完人之后 下辈子你又做人了 你又轮回了 所以因果轮回啊 这就是让你懂得怎么样来开悟 不要再去轮回了 很多人的婚姻不停的吃苦 实际上就是在因果轮回 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在轮回当中结束 比方说这个人身体不好 他不解决 继续不好 再痛再不解决 最后就死在这个病上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要跟自己心中的轮回做 这个斗争 要把自己的轮回因 把它去掉 那么很多人说 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有因果的 对 你说我可以没有因果吗 逃不掉 那么我可以不做因吗 可以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开始的 我们不要种因 就不会有果报 没有因果 在你的一生就不会轮回 比方说 你今天没有脑子想过恨人家 没有一天骂人家 你没有去想其他事情 平平安安的自己写写 看看 然后把自己工作做好 你一天过来了 你就是没有种因 你是不是就没有果报出来了吗 对不对 并不是说你一定会有因种下去 一定会有果报 但是这个因有的非常非常小 这就相当于今天我读书了 我不骂人了 你种下的也是这个因 而这个因呢 给你带回来的 那是一种善果 实际上用善果 善报 善因 其实就不是一种 像我们说的人间的恶的果报 因为一般在人间讲 果报都是恶的 哎呀 你这个人报应啊 没有人说这个人 对人家很好 最后让他做谁谁谁了 做一个模范了 大家都对他好的时候 有人说你果报啊 没有的 所以做善事 就是懂得珍惜生命 因为做善的话 生命会延续 如果你糟蹋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做坏事的话 你会经不起诱惑 你会慢慢的 失误越来越多 失误了 再后悔 再后悔 再失误 到了最后 你就会慢慢慢慢的 浪费自己很多的青春 到了最后 你就会让自己变得 越来越迷惑 越来越不安 这样 你 才是在轮回当中 不能处理 所以要想处理 就要慢慢的 把自己 心 要转空 要让自己变得 越来越干净 要让自己懂得 我说一句话 动一个脑筋 做一件事情 都是重的因 这样的话 你就不敢乱做 不敢乱说 也不敢乱想 那你没有这个因 你哪来的果报 所以很多人 一辈子 就是不能 明白和理解自己 一辈子不能懂得 怎么样出离 六道 和怎么样 出离 轮回 有一个女士 她 结婚非常苦 吵了 五六年 最后生了个孩子 那个男的 离他而去 她非常痛苦 但是她 想 我要找一个比前面 这个男的好的 她又结婚了 又开始吵 又开始闹 这次稍微长一点 七年之后又离婚了 她想不通 为什么我 总找不到好男人呢 因为她根本 她不知道 她自己的脾气 也是急得不得了 自己也是一个 坏脾气的女人 她没有从自己身上去 找到问题的关键 而是从 别人身上去找 最后她又失败了 过了一段 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说我再也不找了 我很开心 我不要再去 被人家管了 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两年半的时间 又开始 拖别人去 找 男人了 这次 条件很差 只能找一个 年纪比较大的 没想到 这个老伯伯 非常的好 很爱护她 很照顾她 脾气也很好 她要讲就讲 有时候 要怨她 老伯伯也不讲话 没想到 一段时间 她觉得没劲 跟这个人没劲 窝囊 年纪大了 跟自己 感情很难融洽 共同语言太少 慢慢又开始闹 不停地讲 最后的结果 又离开 想一想 想一想 是不是 轮回 是不是自己种了因 自己的果报到来 所以我们做人 要记住 从别人身上 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 和优点 我们 世界上的人 要对法律负责 而修行的人 要对因果负责 今天你种因得果 果报来了 没有人能够替代你的 就像我们人在世间上 病到痛时 方知苦 所以要听别人讲 要真正的 要修行 要放下自己 要脱离轮回 要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 自己的心 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 拥有一种 真正的人生态度 才能平衡自己的心 用自己平衡的心念 才能彻底地去除 心中的六道 才能 在心中 就追寻到 菩萨 四圣道 所以 学佛 就是在改变 一个人 学佛 时间很长 如果说 他没有改变的话 这个人就是 没有学佛 就是没有精进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 能够 能够用 菩萨 最善巧的 法门 就是 能够马上度自己 又能度别人 那就是 用一种 智慧 和慈悲心 去感动 去让别人 能够好好的 在你的 言传 生教下 来改变 自己的内心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一定要好好的修行 一定要真正的 来放下自己 来解脱自己内心的痛苦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的白话婆法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那么 我们接下来 开始给大家 继续做我们的 悬疑中枢节目